尊敬的陈老师 林老师 两位新年快乐 那么恭喜你了 这个2016年开始展开这个完全新的纪元 我二要的把新的网站的重要的特色 那么给你做一个简介 第一个 从现在开始的话呢 我们不再是靠着这一个图片那么来说服人家 图片做得很漂亮 尽管重要 但是内容更为重要 所以现在客户只要从这里一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 陈老师在各个电视台当中所做的这些重要的访问的图片都在上面 所以把影片吸引进来更多的人之后的话 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了更多具体的 而且都已经做过了重要的美工的这些记录跟画面 同时把这个老师的海内外的这整个的报道的话 也都放在这里面 那么一点进去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看到呢 这个陈老师在每一个演讲里面的重要的细节 所以把这一些局部都给放大 退出的时候呢 按到这一个右上角打叉 然后再来到 所以第一个环节我们看到热烈的报道 第二个的客户的见证 这是陈老师的非常重大的一个特色之一 因为老师的有非常庞大的见证 而且老师的内容的话呢都非常的有系统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把这一些重要的见证把它给呈现出来 我会在过年的这一个月那期间呢 帮你再陆续的把它多加几个 那么变成一个更雄厚的这个力量 然后完成 只要每一个档案出来之后 完成之后的话 那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按一个赞 那么就可以做分享 那么就可以做这个脸书上面的传播 它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员工 我们自己的客户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把它从网站里面把它给这样的传播出去 第三个我们特别做什么 特别叫做养生的迷思 陈老师的内容当中有非常好的地方 会提出各种的问题 是我们一般人所不清楚的 不了解的 那么这是一个从问号开始的互动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结构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短讲 很简单的问题 然后重要的传递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当然从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到 然后接着下来呢 我们会在过年的时间的话 请这个伙伴 把这个地方一点进去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直接连到老师的这一个产品专区 那么一点 马上就可以在里面直接做采购的部分 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老师的大作 是哪个部分的话 趁这个机会把它给连接起来 所以是运用好的内容 好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来吸引大家 第四个 我们特别来把细胞精致塔 这个部分把它给呈现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里面呢 会跟我们后面的所有的营养品 所有重要的这个营养的补充 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大家完整的看到 那我特别来 那么待会会跟你解释 如果要把它按照优先次序来排列的话 秘诀是在这里的 你只要在这个名字上面 这个地方呢 打下零 一 二 你只要把数字打下去 您的网站很聪明 他就会知道老板的意思就是说呢 越少的数字的排在越前面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去做重复排列动作 完全不需要懂网页 你只要会改这里面的内容 那就可以了 待会怎么改 我们来再做示范 第四个之后的话呢 那么来的就是叫做健康法则 这个地方呢 就把前面的延续完之后的话 具体的法则 到底健康 是不是一定要有钱才能够健康 老师在这边的论述的话 结构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就把它很完整的 还是一样的 零 一 二 三 那么把它给传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的自然利率 把它有严谨的架构 那么把它给展现出来 而且第二个特色是什么 每一个文章统统都不多 文章不多 就容易看续集 那么让大家一起看的时候的话 分别再把它给传递出去 然后 然后 忙碌人士专区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分享了 多年来海内外的客户的强力见证 也同时不断反映强大的需求 把这些内容完成 之后的话 那么就说明 老师强调的 一直都是当季当地 盛产的食物 但是客户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他透过这些美国 杜邦所谓的顶尖的机构的话 把这个好的产品的话 那么就引进来之后的话 客户要做重要的采购的话 就往这个地方请按驰 那么就会进入到 我们正在帮您调整画面的 这一个采购专区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那么点进去的时候 那么你会在这个地方 会在陆续的看到 所有的这些产品 会陆陆续续的出来 这是我的工作人员 正在帮您做这个分门别类 为何要分门别类呢 因为你的产品越来越多之后的话 就有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一按下去之后的话 那么就可以做采购的动作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了 会员的专区的目的是 点进去之后 能够让所有的客户 就在这个地方呢 那么还没有账号的 他就做加入 加入之后的话 我们未来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让客户 要先登录 那他才能够看到完整的文章 这样的话呢 用好的文章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会员 会员越多 那么就更容易的 那么自动做传播的工作 那么接着下来呢 是最重要的 要学会怎么样的来做修改的动作 以前一定要会是专业的人员 才能够修改 一定是要科技人员才能够修改 但现在在我们自然利率的网站里之后 从此完全脱胎换骨了 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方我们先来到这个 叫做客户见证点下去 那我们认为呢 比方这个肝癌这个部分呢 我们需要能够做一些修正的话 那很简单 请到这个地方来 每一次这个地方呢 都有一个登录的符号在这里 把它点进去之后 然后呢 请跟林老师呢 我们会把这个密码 那么给林老师 打进这一个账号跟密码之后 然后按一个叫lock in 点去之一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的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 一支笔的符号 那代表什么呢 从现在开始要修改的话 不需要再学网页了 就直接从这个地方点进去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有几个重要的选择 第一个 推荐文章 那么可以把它给推荐出去 那您自己来看 第二个呢 是编辑文章 其他的我们先不谈了 编辑文章一点下去的话 那我们先来看看 左半部 然后再来看看右半部 左半部很简单 这个就是它的抬头 就是我们的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你要把它排在第三个呢 很简单 到这个地方呢 改成三 好来 但我们还是希望它是排在二 那么就自动修改完了 二十年前假设 我要改这个内容的话呢 那我就这个地方有荧光笔 那么有不同的颜色 那么您都可以来选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了 如果是荧光笔 那么按下去之后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我们后悔了 我们就直接再把它圈选完之后 然后点到这个地方变成了 那么就完成了 意思是什么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把字体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要放大 很简单的 有一个叫做Fung Size 那你可以选14或者是多少 那我这次呢 我是把它选18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你很容易的就能够做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那再请看到了 这边有右边非常重要的 当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左边把内容给 整理好之后的话 那问题是要放在哪一个 区块里面 那这时候就可以由我们来选了 比方这篇文章的话 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叫做 客户的见证 那么就从这里把它给按下去 底下它会自动出现 这个我们都帮你设定好了 只要点这里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分类 叫客户见证 我举个例子了 你也可以同时把它分类 是叫做健康法则 但是原则上我们建议 一篇文章就只放一个分类 这样就好了 好 把它给按掉之后的话 那么你看 客户见证 然后呢 记得 修改完的 要在这个地方 一个叫做update update update 然后把它给按进去之后的话 就完成了更新 所以现在开始 你要改什么资料 都变得非常方便之后的话 我们再回来了 那么有时候 老师或者是你的主管 希望能够来加上一个很重要的文章的时候的话 过去一定要专业人员 一定要网页的 现在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看到这个地方来 好了 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不要管了 我的工作就是让你很简单去处理 那么你只要看这一支笔 永远不是下面的这一支笔 就是上面的这一支笔 记这两个就好 其他通通都不要管 按下去之后 你熟悉的画面又出来了 所以你需要 希望发表一个新的文章 在这个地方把题目给打进去 把文章给贴进去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很快的修正 它的刺型的大小 可以加上文字的颜色 加上的荧光笔 通通都给加了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叫做at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图形 比方 希望呢 是在这一个post 只有这一个网页 要用的话 那很简单了 就去找到您要的这一个相片 比方 在这个叫做图片地方的话 那么有一张 假设了 假设了 我们要贴一个叫做 细胞 金字塔 那么把它点进去之后 然后你看 它就开始上载了 上载了 那它上载之后的话呢 会做什么 上载之后就点它了 然后点下去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叫insert 而且同时呢 你来看到这个地方 它很聪明 它就会让你选 你是要这么样的小的 还是要更大的 那么你可以来选 比方我要medium 我要中型的 我要更大的large的 越大 当然看得越清楚 但是越大的时候的话呢 有时候下载的时间 就需要很多 那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比方是在medium这个地方呢 那么点进去 然后呢 记得这个地方 也可以叫insert 查入 完成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字打进去 你可以把图打进去的时候 恭喜你 你已经做了非常重要的升级 现在开始 分享重要的内容 要编辑它 完全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而且完全不需要 那么学电脑 这就是我特别跟你提醒的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 让我们的团队的话呢 可以不断的透过各地不同的伙伴 把最新的讯息 把它给传递出去 当然未来我会跟你做说明 未来会有不同的人的权限 那么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那么是属于下一个阶段 我们才要做的 那么记得最后还是要选择 到底是要放在哪一个地方 是要放在客户见证呢 还是要放在细胞精致打 选好之后 然后再按一个publish post 往这个地方一按进去之后 它就自动的完成了 所以恭喜 从现在开始 我们再复习一次了 我们可以不断的在这几个 重要的大的架构当中 加上新的内容 然后在左边这个部分的话 把我们的产品不断的给放进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让客户看完这个重要的专业之后的话 那么就在这个左边呢 可以很快的点选 那么就可以完成下单 然后要修改任何的内容的话 只要这个地方呢 可以找这两支笔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最后提醒 如果一篇文章 希望能够过时的 不再做分享的很简单 不需要删除 只要这个地方取消 发布文章 那么它就不会在这个网页当中 被看到了 所以恭喜您 从现在开始的话呢 2016年 我们的自然利力 开始迈向一个新的纪元 跟两位老师呢 还有所有的伙伴 说恭喜新年快乐 简直过来 你好 咱们 你应该不想